主席 这位同仁 国防部官员 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请部长 谢谢 好 请部长 立委员好 部长好 这个 首先请问一下 现在在杜拜正在举办航空展 那么美国极力在推销F-18 那么特别是 波音公司也特别提出来 还有一个所谓的沉默大黄蜂的一个计划 国防部 然后示威员也说 它的操作性能比F-35还好 国防部在这方面有没有考虑 在这方面的采购 我没听清楚这边 就是F-18 现在杜拜正在激励推销F-18 然后他们准备要 波音公司在设计一个叫做沉默大黄蜂 它具有隐形的功能 它把它性能提升 它的整个的航程也可以加长 我们所了解是 对我们后续的没有影响 那我们就不考虑采购这样子的飞机 不列入评估项目 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规划 他们F-35这一段的 我们只提出了一些 要以后 你说要考虑下一代的一个 F-18 F-16已经到底了 这我看来 你再买 你AB提升以后 再买CD是没有意义的了 所以你应该考虑 应该考虑 我们在对外讲是F-35 我觉得F-18是可以考虑的 好 没有关系 你这个 F-35只是选项之一 其实我们下一代的 我们有很多的选项 好 那以后 你再做一个什么样的报告给我们 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也有委员提到 我们派里基的 美国的众议员也通过了 派里基的采购销售 那么他们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可以跟我们来讨论这些事情 他对其他国家都是用grant 对我们是用销售 请问我们买这样的船大概多少钱 这样的军舰大概多少钱一艘 我们只买了四条 买两条 只买两艘吗 对 我觉得海军参谱长 他们售给我们四艘 报委员他是同意售四艘 但是我们第一阶段是 支权两手 好 因为 而且军舰 舰明我们都知道了 是的 他是以热舰交付 对 舰明都知道了 而且第一艘舰 理论上2013年 今年就可以热舰交付 但是当然因为美国国会 延误了这个授权法案 是 所以他们新的国会到现在 他几乎延了 相信 慢了一年 所以我 如果快的话 明年就可以交舰 那这个是 这个交舰的话 本身我们要花多少钱购买 我跟您报告一下 两手是52亿 均售款 52亿台币 是 那这个预算有编列吗 有编列 已经编列在今 编列的预算 是 OK 另外一套是2015年才交舰 不是吗 我跟委员报告 原则上我们是 今年通过的话 那明年就是会出去接舰 对 后年104年会把两条接回来 同时接回来 是 可是另外一套是 2013年就可以decommission 美国就decommission 换句话说如果要接的话 明年就可以接了 没有 它是因为交界还有一个提成 还有一些 因为是 它这里包含着一个大修的 我知道 他们要花 一艘船要花4000到8000万美金 大修 所以我在算多少钱 我们是不是划算 所以看起来划算 OK 只是说 人家卖你四周 我们买两艘 我想请问一下 诺克斯基建 我们现在怎么处理 这两手回来的话 就是接替 两手状况 物资最差的两手 那我们不对 对于诺克斯基建的任何的做任何改善工作 我们有规划 规划的话是包含着换这个主机啊 从器机 那如果换器机的话 再把甲板再换一换 再修理的话 我们不是可以有增加 我们可以不用换诺克斯吗 因为你派里级的案 派里级前年成功舰的反潜能力 跟诺克斯反潜能力哪一个比较好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两手我们要的话 就是因为有拖曳式生纳 所以说 OK OK 好我了解了 所以这个是 总而言之 这个派里级这种通用军舰 能不能够来防卫我们东海岸 这个东西是要值得考虑的 是 好的我想继续写 我们先请问这个部长 你这个国军同袍储蓄业务 是 办了多久了 48年开始到现在 48年开始 他们在管这个部分 那现在 到底我们有406亿的这种储蓄存款 我们到底一个一年要花多少钱来补助 我们一年大约是贴补 席差大约是4千万 4千万 4千万 国军同袍储蓄业务 还有没有必要存在 是 委员谢谢您这个问题 我也知道委员是财务方面的专家 我做过财务官 是 我知道 这很重要的一个 因为这个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也就48年 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单身的 我了解 所以后面呢 它会有持续转存的需要 我们转存目的 我们还加码5% 是 对不对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 是 当时国军的这个收入各方面 是比较困难的 是 我们等于是变相的一种补贴 是 但是现在呢 现在国军的待遇呢 各方面呢 跟一般民众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还有必要存在吗 是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部分啊 它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役官兵的存款 我们 部长一直有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募兵制 它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是可以运用既有的平台来做 那同胞除去会就是一个好的平台 那么至于说 它的成本造成它的营业压力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今年已经采取了突破性的做法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亏损四千万的状况 到了明年的决算 不会有任何的亏损 原因是 我们跟台湾银行 因为早期的业务就是跟台湾银行代办的 我们跟台湾银行打成协议的 也就是来购买它们一部分高利率的金融债券的方式 来满足我这个需求 好 那委员的问题是说 待遇都好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让这样的机制维持 那就是我要讲的另外一半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退伍刨则 按照我们的军 这个这个这个储蓄办法 军人储蓄办法 他是有条件可以来存这些钱的 那么对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伯伯 他就是希望有一点点的利息来 来来感受他当年在 到台湾来的这种这种热情 所以我们维持的是既有政策的 这个角色的担务 你如果完全代办我没有意见 你知道你的成本多高吗 我们现在的成本 包委员 我现在在上面上看得很清楚 非常没有效率的成本 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成本 你还不如直接转嫁 直接拨给这些人还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将来的规划 委员你的成本两千四百万 你亏四千万 你把这个四千万 两千四百万如果有办法 能够很直接的拨付给这些储蓄者的话 那可能还更有加剧 好 我们时间谢谢到了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国军眷称改建 现在开始媒体已经反映出来 有许许多多的废的眷称 这个环境的状况是非常糟糕 对社区已经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国防部有什么样的具体作为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这个全省各地都有这些问题 就是在这个过渡时间交出去之前 那新竹前几天也发生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新竹的状况 新竹台南到处都有啊 对 我们的做法上面是委托地方来帮我们做一个 我们编议算给他去做一个维护 跟后续的一个拆建啊这些 都有这样跟地方政府都有 你有去监督吗 是 我们每个眷村的后面这个过程 那如果从今天开始在未来一年之间 如果有任何媒体再报导我们的眷村 废弃眷村的脏乱的话 我是不是要为你试问 这个我不敢保证 不敢保证 我们做法上面是这样做的 但是有些地方政府 那谁可以保证 他做的不是很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名字 我是直接送监察院 我也不保证了 直接送监察院 给一个名字 谁是负责管理的 是谁 哪一位军官 呃 需主来讲 在地方资本他们的一个那个 哪一个单位哪一位军官 可不可以给北溪一个 委员好 目前有关于废弃眷村的 这个巡查还有张乱的维护 是由国防部的政治作战局负责 那就是您哦 我是业务主管 主管 你是业务主管 好那到时候如果有任何新闻出来 我就把它一并服送监察员 接受纠正 好吗 没有人保证 又花钱 然后这个是基本的工作吧 基本工 呃 这个工作看似很容易 事实上它有很高的难度 但是我们不会回避 呃 因为散散散布在各个地方的 这些废弃眷村 有很多的辅职单位 你先做个统计 给北溪好不好 有关废弃眷村的位置 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